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12号,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 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今天这集的矮矮语音由优生学进行合成并赞助播出,在我们请矮矮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我们要为您带来一则关于科学家在金属有机框架模拟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报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科学家们在金属有机框架MOS的模拟技术上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一突破将大大提升材料设计的精确度和效率。 金属有机框架是一种具有高笔表面积和可调节孔径的材料,广泛应用于气体储存、分离、催化等领域。 然而,由于其结构的复杂性,准确模拟这些材料的行为一直是一项挑战。 这次的突破来自于国际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他们开发了一种新颖的模拟方法,能够更准确地预测金属有机框架的性能。 这一方法利用了高性能计算技术,并结合了最新的数据科学算法,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大量可能的材料结构进行模拟和筛选。 根据研究团队的报告,这一新方法能够显著提高模拟的效率和准确度。 传统的模拟方法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计算资源和时间,而新方法则能在保持高准确度的同时。 大幅缩短计算时间,这将大大加快新材料的开发进程。 具体而言,这一方法能够精确模拟金属有机框架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结构变化和性能表现。 例如,在气体储存应用中,研究人员可以模拟不同气体分子在金属有机框架中的吸附行为,从而设计出更高效的气体储存材料。 同样,在催化应用中,这一技术能够帮助科学家设计出更高效的催化剂,提升化学反应的速率和选择性。 此外,这一突破还将促进能源领域的研究进展。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高效能源储存和转换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 技术有机框架作为一种潜在的高效能材料,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而新模拟技术的出现,将加速这一领域的研究进程,为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多个国际顶尖科研机构的支持和合作,展示了国际科研合作在解决复杂科学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研究团队表示,他们将继续改进这一技术,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展到更多的材料和应用领域。 总结来说,这一模拟技术的突破,不仅为技术有机框架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还将对材料科学、化学工程以及能源技术等多个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期待这一技术能够早日实现应用,为相关产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和变革。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我们要为您带来一则关于法纳克公司在自动化领域的重要呼吁。 法纳克强调,英国需要对自动化技术有更深层次的承诺和认识。 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访谈中,法纳克公司的代表指出,英国需要在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上投入更多的努力,改变当前生产文化,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 法纳克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其技术涵盖机器人、自动化设备和疏控系统,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和工业领域。 法纳克的代表表示,虽然英国在科技创新和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实力,但在自动化技术的实际应用上,仍存在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于企业对自动化技术的接受程度不高,以及对自动化技术的潜在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 根据法纳克的分析,英国制造业的自动化程度远低于其他先进国家,这使得英国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影响。 法纳克强调,自动化技术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从而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然而,许多英国企业对于自动化技术仍抱持着观望态度,这不仅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法纳克呼吁英国政府和企业加强对自动化技术的投入和支持,并建立更为开放的创新环境。 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引进和应用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并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同时,企业也应该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提升员工对自动化技术的理解和操作能力,从而充分发挥自动化技术的潜力。 此外,法纳克还建议,英国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和交流,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推动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 通过这些努力,英国有望在未来的全球市场中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 法纳克的代表还强调,自动化技术的推广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问题,要真正实现自动化技术的普及。 英国需要改变现有的生产文化,树立对自动化技术的正确认识,并从上到下形成支持和推动自动化技术的共识。 总的来说,法纳克公司希望通过这些呼吁,引起英国政府和企业对自动化技术的重视,推动自动化技术在英国的广泛应用,从而提升英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接着第三则新闻我们要带来一则关于3D打印技术在国防领域的重要突破消息,美国国防部与Sintivia公司签署了一项合同,将利用3D打印技术开发超音速推进系统。 以下是详细报道,最近,Sintivia公司宣布他们已经获得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合同,这份合同的主要目标是利用3D打印技术研制超音速推进系统。 这一创新举措不仅旨在提升美国的国防能力,还标志着3D打印技术在航空航太领域应用的新里程碑。 Sintivia是一家专注于金属增材制造的公司,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他们在3D打印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尤其是在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该公司将利用其先进的3D打印技术,开发和制造适用于超音速飞行器的推进系统部件。 这项合作将使Sintivia能够展示其在复杂金属结构制造方面的技术优势,3D打印技术使得设计和制造过程更加灵活,能够实现传统制造方法难以达到的复杂几何形状和高性能材料的应用。 这对于超音速飞行器的推进系统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类系统需要在极端条件下运行,要求高强度和高耐热性的材料。 Sintivia的首席执行官Brian Neff表示,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与美国国防部合作,这不仅是对我们技术实力的认可,也是3D打印技术在国防应用中的一次重要突破。 我们期待通过这次合作,推动超音速推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并为美国国防部提供最先进的技术支持。 据悉,这次合同还包括技术验证和测试阶段,旨在确保3D打印部件能够满足超音速飞行的严苛要求。 Sintivia将与国防部的技术团队紧密合作,确保项目进展顺利,并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目标。 这项合作不仅有助于提升美国在超音速技术领域的竞争力,还将推动3D打印技术在更多高端制造领域的应用。 随着3D打印技术的不断成熟,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的航空航天和国防设备采用这一技术,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性能。 总结来说,Sintivia与美国国防部的合作,标志着3D打印技术在国防应用中的又一次重要突破,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美国的国防能力,也为3D打印技术在尖端制造领域的应用树立了新的标杆。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我们要讨论的是俄罗斯工业对中国工具机供应的高度依赖,以及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以下是详细报道。 根据美国保守派国防政策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在今年初刊载的专闻中国工具机成为俄罗斯安全网,指出俄罗斯工业线已完全仰赖中国提供武器制造所需的关键工具机和零件。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导致俄罗斯难以获取德国、意大利、日本、台湾、韩国、瑞士及美国的先进金属加工工具机。 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俄罗斯近年来推行了多项进口替代计划,但仍无法摆脱对进口工具机的依赖。 根据数据,各经济部门进口的工具机和零件占比达70%至90%不等,俄罗斯政府在2020年底公开承认,在工具机产业进口替代方面的努力未能达成目标,急需提升本地生产能力。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7年至2023年间,中国对俄罗斯金属加工机的出口值稳步增长,尤其在2022和2023年显著加速,俄罗斯对中国工具机的依赖程度惊人。 2023年,中国金属加工机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比达到90%左右,几乎完全取代了欧洲、美国、韩国和台湾的产品。 此外,俄罗斯进口的工具机关键零件也显示出相同趋势,根据中国海关数据,自2017年起,中国对俄罗斯工具机零件的出口大幅增长, 尤其在2023年达到高峰,2023年,中国工具机零件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比达到80%至90%,显示出制裁措施收紧后,俄罗斯无法规避,转而高度依赖中国供应。 这些数据显示,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几乎无法减少。 这是俄罗斯工业在2024年级以后面临缺乏工具机进口多样化的重大问题。 俄罗斯工业完全仰赖中国,中国制造的工具机品质和规格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工具机是否真能取代过去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高度精密产品。 然而,这一现象标志着俄中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牢牢占据主导地位。 那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讨论的是一项创新的焊接技术扭转超音波焊接技术。 这项技术将为金属零件的焊接带来全新的解决方案。 以下是详细报道。 近期,一种名为扭转超音波焊接的新技术正逐渐引起工业界的广泛关注。 这项技术利用超音波能量通过扭转振动的方式来焊接金属零件,不仅提高了焊接质量,还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扭转超音波焊接与传统的线性超音波焊接不同,后者依赖纵向振动将能量传递到接合点。 而扭转超音波焊接则使用扭转振动,这使得焊接过程更加均匀且能量传输效率更高。 这一技术的关键在于能够在焊接过程中保持较低的温度,从而减少了材料变形和硬力集中,最终提高了焊接质量。 这种焊接技术具有多项优势。 首先,扭转超音波焊接可以在不使用填充材料或焊剂的情况下进行焊接,这不仅简化了工艺流程,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其次,该技术能够实现高强度的焊接接头,并且焊接过程快速、效率高。 此外,由于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热量较少,能够有效防止材料的热损伤,使得这项技术特别适合应用于需要高精度和高质量焊接的领域。 在汽车制造业,扭转超音波焊接技术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汽车制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金属零件焊接,而这些零件往往需要具备高强度和高耐用性。 传统的焊接方法可能会对材料造成热损伤,从而影响零件的使用寿命。 而扭转超音波焊接技术则能够避免这一问题,提供更高质量的焊接效果。 同样,在航空航天领域,这项技术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航空航天产品对于材料的要求极为苛刻,需要在确保材料强度的同时,尽可能减轻重量。 扭转超音波焊接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更轻便且更坚固的焊接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技术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优化。 尽管目前已经展示出了诸多优势,但仍有一些技术挑战需要克服。 例如,在大型结构建的焊接中,如何保证扭转振动的均匀性以及焊接接头的一致性,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总体来说,扭转超音波焊接技术的出现为金属零件的焊接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 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和广泛的应用前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领域的拓展。 这项技术有望在未来的工业生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今天的报道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TCMIC新闻。 我是您的主播,我们下次再会。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